那天我一打开邮箱就看到了为VV7升级款上市试驾活动的邮件 果不其然 微信也有公关小哥哥问我是开车去还是坐大巴去 我一查路线活动9点半开始 将近100公里的路程 大巴是7点50公体发车 不是夜店型媒体老师的我还是自己开车吧 于是我7点准时踏上了旅程 因为担心堵车根本不敢走五环 所以在体验了六环大广高速精密高速的将近100公里之后 我终于来到了这次试驾活动的目的地 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淮如去 艳七湖 因为怕迟到所以我毫无悬念的早到比百度车还早 幸亏会场离停车场走路只需要几分钟 那就迎着朝阳腿着吧 虽然时间还早 但是工作人员已经在会场门口热车了 诶等等不是上市发布会吗 这么直接摆出来都不用保密的吗 诶那我赶紧拍一下 一进门居然还有热茶和小点心 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吃早点 在等待发布会开始的过程中 这个短片也就放了200多遍了 车窗防加功能点赞 我就是好奇孩子用口红在车窗上涂鸦 还能笑得合不拢嘴的母亲去哪找 这要是我妈早就靠边停车教我做人了 上市发布会上简单介绍了 VV7升级版的配置升级情况后 就是试驾缓解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媒体老师真不少 在现场我看到了 好吧 我一个都不认识 其实VV7升级款的外观基本没有变化 新增的梦幻蓝喷漆 在光线不强的时候颜色比较深 而在阳光下则呈现出墨绿色 车内的变化就比较大了 首先老款的机械式挡霸 换成了粗壮的大鸡腿电子挡霸 挡霸周围的按键排列也更加整齐对称 空调控制键也进行了重新设计 并从老款的靠下位置上移至出风口下方 操作更加直管 按键下方还增加了无线充电器 中间贯穿的视条让中控更有层次感 再有就是配置方面的升级 V7升级款的哈曼主动降噪系统表现不错 在房价的变速车窗在升降到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会降低速度 避免加伤 怪不得刚才短片的母亲笑得合不容嘴 由微体后视镜的边框边窄 虽然底部的黑边依然比较宽 但幸好没弄成刘海平 V7升级款在开启自示性巡航时 可以激活智能过弯功能 可以自主通过车道线曲率半径大于150米的弯道 这点由于山区的弯比较急 我们就没法体验了 动力方面 V7升级款依然沿用了那套 2.0T加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动力动车 不过我也表示这次着重优化了低速如行的动力表现 实际体验下来低速的油门想象确实更灵敏了 之前那种给油不走的情况有所改善 为V7升级款的售价为16.98万到18.88万 作为年度升级款 这次V7的升级主要集中在内饰和配置方面 可以看出市场对V7外观设计的认可 和未对自己设计的信心 之前被诟病的动力问题也有所进步 至于其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体验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